四十歲開始 你的心態只能做一次 不會再有這種精神 像一個品牌一樣 因為一個品牌是很多東西 非常浪費精力 我叫Wicky,我是40頭 其實這個階段 本身是做一個平面設計師 現在主要是一個泥水路 主要做一些水泥的嘉品創作 我想我在2017年前 還在做平面設計 但其實我做雜誌那段時間 開始去到一個樽頸位 都已經慢慢不是很多工作 其實那段時間 曾經試過零收入 兩個月都沒有工作 他就透過網上自學水泥足足一年 翻新家庭的長生 製作水泥等等的家具 其實開始有人看名字 都以為泥社是做陶瓷 其實我是喜歡日本 基本上我都一連去兩次 對,首先是 一定是日本先的 做一些日本味道重一點的東西 我真的很奇怪 我真的一喜歡就是喜歡招財貓 有人做到神壇 全部都是招財貓 你以前印象招財貓 只是很色彩 紅色、黃色、很金色那些 我們其實做這件事 都是有少許薄下的 因為其實我未知 每個人會否喜歡 這麼素色的東西 今天又玩什麼水泥呢 其實今天我會教你 做一個富士山形的芝蜜碟 其實這些本身都是建築用的材料 例如你裝修的工程 裡面或是蓋樓的工程 都會用到這些 其實最主要這些沙 可以在五金店買到的 但一定要不要是鹹水 要是淡水的河沙 即是我在沙灘上塗些沙是不行的 不可以拿去做水泥 第一是犯法的 但如果你是鹹水沙 有影響到水泥做出來的 那個產品 會有機會 未必可以這麼承認的 還有可能會有機會 很多時候會被裂 會有機會 做到有點像Orbio的曲奇碎 弄得差不多 全部都深色了 還有沒有粉撞 然後就可以開始再下第二次水 其實有一點做蛋糕的程序 先做了一層 薄薄做了一層 令到它的鷹泥可以在紋理上 之後化合狀就會有氣泡產生 它要盡量彈到最小為止 你出來的完成品就沒有那麼多 譬如這些崩位 這些崩位可能因為你積了氣泡 出不來 步驟不會多 但是真的要心機 還有要時間 耐性 由設計直膠的帽 加上水泥的比例 每件產品 Wiki都經過十幾次的試驗 由生產去到包裝 足足花了36個小時 其實我覺得包裝和對品牌 都佔50%的重要性 因為如果拿著產品是漂亮的話 其實那個人是可以感受到產品 但是如果你的包裝太頭忌的話 一望它就已經不會記得這件事了 這兩種水泥的導致 水泥有種水泥引 去旅行專門找一些水泥結構的民宿 水濠蓋都可以啟發到不同的創作 其實達摩是一個鎮作的精神 達摩本來是一個不倒翁 他們以前是不倒翁的 他們經歷了很多風雨都不會倒翁 我做這些產品都是想買完後 是一個正面鼓勵的作用 原來日本反而不多這些品牌 做水泥品牌 它是大型建築多 其實想打入日本市場 這個一直都是想去做的 我當然最想可以在日本 既賣點也有一個店鋪買 我已經很開心 我已經很開心 既賊策略 七大城市生活比較 置業心得 生活成本 做足詳盡計劃 才可以順利開展第二人生